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为大家介绍台达电子所制造的绕线机 很少人知道台达有对外贩售绕线机 但其实我们已经配合台达内部产线开发绕线设备有十多个年头 在研发和工厂产线配了这么久之后 我们深深知道而且非常重视工厂研发端 灵魂运用与工厂端操作简便的这种需求 在整合了跨部门能量并且经历了长时间的产线验证之后 我们成功开发出占地面积小产能量率都高 可以对应广泛的产品尺寸绕规 而且同时拥有友善的操作界面的这些绕线机台 现在我们非常有自信的要将这些绕线机推向市场 今天要为各位所介绍的绕线机有三款 总共有四个机型 在开始介绍四个机型绕线机的规格以及特色之前 先向大家简单说明什么是线圈以及常见的绕线方式 线圈的定义就是将一条细长的铜线 与螺旋状或者是漩涡状的方式缠绕成特定的形状 比如说将一条铜线缠绕在铅笔上面 这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线圈 而将中间的铅笔抽掉之后 这个剩下的线圈它没有中心物 我们称之为空心线圈 常见的绕线方式有轴绕、非插绕以及针绕这三种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四种绕线机 主要是利用轴绕以及非插绕的方式来完成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 我们这四种绕线机的产品样式、尺寸、精度、线径 以及应用领域 我们全系列的绕线机作动精度都是线性 正负0.01mm 旋转轴则是0.01度 双线绕线机的产品主要有 CAMOMO CHOKER、LAND TRANSFORMER 这两种它主要的功能是拿来绿杂讯 也就是绿EMI 那CAMOMO CHOKER最近在5G以及车用领域 像是CAMBUS、FlexRay、Ethernet 这些都有高精度排线的需求 在某些特定的规格下 同线的排列状况只要差了一个线径 在绿波特性上就会有OK跟NG的差异 而我们的双线绕线机在高精度排线这一块 做得特别的好 那LAND TRANSFORMER的部分呢 最近在高瓦数的PoE 有往大线径发展的趋势 PoE是什么呢 PoE就是Power Over Ethernet 或Power On Ethernet 可以直接透过网路线来 传导DC电源 我们的绿线机呢 可以一次造4条0.15线径的铜线 而且我们可以做到直径直出 这对HIPO会有很大的改善效果 什么是直进直出呢 在稍后我们会用图片来说明 风扇定值绕线机的部分 台达是风扇业界的领导厂商 在我们的工厂内部有非常非常多的专用机 为了回应工厂 希望我们整合各种大小定值 各种粗细铜线 在同一台绕线机上 我们特别开发出了这一款风扇定值绕线机 它可以整合80%的产品线 都可以用这台绕线机来绕 可以应用在一般消费性电子产品的散热 也可以用在车载散热上面 在车载散热风扇呢 我们的工厂会要求我们要把绕线张力值 上传到MES上面 所以我们的张力值是可以及时回馈的 而且可以上传 那在这中间当然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判断 功率电感绕线机的部分呢 我们有内外绕跟外外绕两种 内外绕主要绕的是NRcode 就像这种外方内源的NRcode 最小我们可以绕到1208 而且绕得非常的稳定 cycle time大概是2.5秒到6秒左右 最近汽车电动车发展的非常旺盛 然后DC to DC的转换器 已经变成一个不可或缺的元件 在这个元件里面呢 功率电感也是不可或缺的 在DC图DC转换器中的功率电感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要有大电流 然后又有高感量 要怎么达到这个目的呢 你要在相同的绕线空间内绕更粗的铜线 绕更多的铜线 也就是占潮率要高 那这两件事情要透过把铜线加粗 跟把铜线的排列整齐度提升 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而这两个刚好都是外外绕功率电感绕线机的强项 这台机台是台达独家开发的 目前市面上找不到类似的设备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双线绕线机 市面上一般的双线绕线机的 cycle time大概是8到24秒 如果只绕一层的话是8到12秒 那绕两层就会变成16到24秒 我们所有的机台呢 都搭载了可编辑的程序 而且是可以锁定的 这样同时符合量产跟研发的需求 如果你要换一个type的话 就是工程师先编好recipe 然后再把这个recipe锁定起来 让OP值去调整某些布序的数值 入出线方式的部分 我们可以做到直进直出 然后我们可以做即时的温度回馈 我们可以做一些判断 而且这些数据是可以上泡MES的 刚刚有提到压力 每一个焊点的压力 是可以独立程序控制的 而且会自动校正 那在这边我们总共使用了11轴 绝对型的伺服马达 可以搭配工业机器的 进行自动下料跟串线的动作 所有的生产资讯 都可以上传到MES系统 那在消费性电子 像是5G啊 Ethernet啊 还有车载 我们都有实际的应用案例 架构的部分跟一般绕线机 不同的是我们有分线模组 可以来达到直进直出的功能 另外在车规领域的需求上 一旦这个成品绕完铜线了 铜线是不被允许有任何碰撞的 如果有碰撞 这颗成品会直接被判为NG品 所以要有脆盘收料的功能 其他绕线机一般来说是下散料的 所以不能做车规的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风扇定直绕线机 如前面所提到的台达是风扇业的大厂 在我们厂内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专用机 这台绕线机由于它可以涵盖80%的产品线 所以它会同时需要可以绕细线 也可以绕出线 细线的部分我们会用导针 直接带着铜线去缠绕这支方品 然后做扯线的动作 出线的部分因为扯不断 所以我们会利用扯线 理线套筒 把铜线理在这个方品上面 一般来说 它排的绕线机可以理到0.4 但是我们可以理到0.5 多了20% 而动态安全张力多了50% 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呢 为什么我们理线的时候 这支方品不会被拉弯 然后这个塑胶射出的cover 不会被拉坏 因为我们开发了一个特殊的互线模组 在理线的过程中 它会来保护这个cover 让理线动作得以顺畅的进行 像照片中这一个 这是0.6的方品 而这是0.5的铜线 你看我们还是可以理得非常漂亮 这台绕线机我们采用了双攻站的设计 在飞插绕线的同时 另外一个攻站会进行上下了动作 来节省周期时间 在车柜的应用力中 工厂端会要求我们要 上传张力值到MES系统上 由于我们一次绕两颗定值 所以会有两个张力值 像这个张力值呢 我们可以及时截取下来并且上传到MES系统上面 同样的我们所有机台都搭配了可编辑程序 而且可以锁定 所以符合量展跟研发的需求 然后我们可以理到0.5的线进 那又可以搭配工业机器人自动进行上下料的动作 在架构的部分呢 由于我们有比夹线跟护线这两个模组 所以我们可以把0.5的铜线理得很好 而且也不会坏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功率电感绕线机 我们总共有两款 一款是内外绕 一款是外外绕 内外绕的部分周期时间是2.5到6秒 一般来说它排的功率电感绕线机 大概是6秒到8秒之间 所以我们以121的产品来说 我们节省了45%的周期时间 另外外外绕功率电感绕线机 这一台是台达独家开发的 为的是在同样的绕线空间内 绕更粗的铜线 而且把排线整齐度做得更好 这一台绕线机的架构 比较特别的是 这边有点焊模组 所以如果你搭载了 有温度回收功能的话 后面就不需要再做低拼的支撑 外外绕功率电感绕线机的功能与特色 还是一样 我们标配了可编辑程序 可以锁定符合量产 跟研发的需求 有缴线的功能 而且长度跟圈数都是可以程序设定的 也支援快速换线的功能 有用在三级产品 也有用在车载元件上面 就是用在低吸图低吸的转换器上面 在架构的部分呢 由于我们有缴线模组 所以可以做缴线 那长度跟圈数都是可以设定的 另外在排线模组的地方 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有飞刹绕 也有除线绕 所以如果你们的绕柜是比较特别的 我们可以利用 飞刹绕跟除线绕的排列组合 去做出你们要的绕柜 这台机器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接下来为大家整理一下 这四种绕线机 有哪些特色 我们全系列标配了可编辑程序 而且可以锁定 所以适合量产 也适合研发 在特殊日务出现方式的部分呢 双线绕线机可以做到直径 直出风扇定制绕线机 可以做到0.5的铜线 而外外绕功率电感绕线机的部分 可以制作缴线 圈数跟长度都是可以程序设定的 全系列都支援快速换线的功能 在搭配工业机器人自动下料的部分呢 我们在双线绕线机跟风扇定时绕线机 都有10G是进行整线串线的 那我们全系列的绕线机都支援MES的连线功能 接下来为大家再介绍一下 采用台达绕线机可以获得什么效益呢 我们有多工位的设计 所以可以提高你们的周期时间 提高产能 我们搭载了可编辑的程序 而且可以锁定符合量产跟研发的需求 所有的制程参数都是可以上传MES的 那出料模组可以选配料盒或者是载盘 另外还可以选择要不要搭载工业机器人跟走行轴来进行多机串线 或者是整线串线的功能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成功应用案例 在Common Mall跟Lane Transformer产线的部分 我们在自己工厂导入了44台双线绕线机 cycle time叫TAI的降低了20%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有效地降低Hypo移域 因为直进直出的关系 在风扇定直绕线机的部分 由于台大是风扇的世界大厂 在我们厂内本来有非常非常多的专用机 最近有一个案例是 我们原本需要21台专用机才能够涵盖的产品线 现在只需要导入7台风扇定直绕线机 就是这一款就能涵盖原本的产品线 除此之外呢 我们的最大理线陷阱 比它排多了20% 动态安全张力值 则大了50% 功率电感绕线机的部分呢 另外绕绕线机 我们总共导入了280台 那cycle time比它排少了45% 外外绕功率电感绕线机 这是台大独家开发的 目前市面上没有类似的机台 我们可以用非常绕跟除线绕 来把DR-code绕得非常的整齐 我的报告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